耶 歡迎收看未知數料理教室 今天我們找來體脂只有6%的男人 他就是水稻樹男吳俊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水稻樹男吳俊鋒 我現在擁有50公尺自由式和50公尺挖式的全國紀錄 吳俊鋒是第一位從遺囑游到破全國的游泳選手 今年30歲 參加過2017台北市大運以及2018亞運 他擁有兩項全國紀錄 分別是50公尺自由式22秒21 和50公尺挖式27秒94 聽說這也是吳俊鋒第一次在鏡頭前煮菜喔 我想說從來沒有過耶 感覺可以試試看 但是就滿緊張的就是 沒有在那個鏡頭前面煮過東西 就很怕發生什麼意外 那我們現在請俊鋒分享一下 你平常有自己下廚的經驗嗎 平常我之前在美國的時候有 因為比較省錢 通常我是做燉飯和義大利麵 因為美國那時候沒有電鍋 但是可能因為比較不會調味的關係 所以很快就膩了 你在吃方面有沒有特別注意什麼 像你們國訓都會有一個鐵盤嗎 你都怎麼分配每一個 你要吃什麼 上面兩格正方形通常我都會裝滿肉 那下面我就是裝滿蔬菜還有一些配菜 那另外飯一碗 那聊了這麼多 我們馬上要來進入正題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穿這麼多 有威脅 你這樣講我都開始害羞 沒有 因為我平常看到你 都是你穿泳褲比較多 很難得看到你穿威脅 反正穿那麼多有點不自在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你學料理 我是你的小徒弟 看在你敗我為師的份上 那我今天就教你怎麼做 非常美味的青子丼 先來介紹青子丼食材 主食是白飯 青子丼當然少不了蛋跟雞肉囉 加上洋蔥跟青蔥增添風味 蔬菜則是營養豐富的地瓜葉 調味料的部分 使用醬油 味醂 少許米酒 以及監獄風味的烹大師 因為節目長做的關係 所以我已經把白飯做好了 來 放這裡 那我先來處理雞肉 那雨婷麻煩你幫我燙一下地瓜葉 好 沒問題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大聲回答我 可以 好 這樣有大聲嗎 非常專業喔 哇 你的肉很大塊耶 太大塊嗎 欸 不是啊 我是師傅耶 師傅這樣會不好咬 欸 我等一下 我現在是重切 我等一下橫切 不要擔心 你平常自己煮飯口味都是怎麼樣 因為我不太會調味 所以我都吃食物的原味 所以就蠻難吃的 但今天有碰大師 不用擔心 沒錯 好 那現在水很滾 我就要把衣拐葉放進去了 好 那我雞肉也切得差不多了 把它裝盤 太爆太爆 行不行啊 你看 這個等一下下去就可以了 把它壓一下 這個太簡單了 這個 你來切一下洋蔥好了 洋蔥比較簡單 好 那我們換一個砧板來切 先切對半 那洋蔥我們就是把它切成薄片那樣了 對 沒錯 好 然後把它的頭切掉 嗯 師傅要監渡一下我的刀工嗎 來 我看一下 我要切囉 你才切一半然後叫我看你的刀工 我切了我切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那我現在就把地瓜葉撈起來喔 拌橄欖油還有煎魚風味的烹大絲 提升它的鮮味 對 不然清燙還蠻乾的 沒味啊 沒味沒味 我們可以趁著地瓜葉 它上面還有一些熱氣的時候 把那個烹大絲放進去 然後它就會直接在裡面化掉 來 土地 來 先幫我煎個雞肉 沒問題 那注意喔 不要煎太少 就大概外表有些變色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好 沒問題 其他的事情 好 那在煎雞肉的時候 我要來調 青子凍最精華的 就是它的醬汁 首先呢 我要先加一些 煎魚風味的烹大絲 跟熱水一起把它拌開 那高湯我是準備40ml 然後要加20ml的味醂 20ml的醬油 那我會加少許適量的米酒 那現在雞肉這邊差不多都表面看起來有上色了 然後我就先把它盛到盤子上 好 那我來打個蛋 待會我們就是要來煮醬汁了對不對 對 我們要把醬汁的精華 把它鎖進肉裡面 先放洋蔥 炒洋蔥 那大概讓它拌炒一下 先把洋蔥稍微拌炒 再加入剛剛調好的醬汁 接著把煎半熟的雞肉放進來一起翻炒 轉小火蓋上鍋蓋 燜煮個3分鐘左右 很多人說如果要減脂的話都會說不要吃飯 這樣是對的嗎 基本上還是要以營養均衡為主 就不要說你完全不吃糖類 對 因為身體還是需要糖類 當作你的基本能量來源 基本上我到訓練的時候 我可能會帶一罐果凍膠 然後或是能量棒 就是放在池邊還有水 那主間休息的時候我就是會喝個一兩口 然後咬個一兩口這樣子 就是讓自己在消耗的同時也有補充 然後在每一項的訓練 都能夠在身體最好的狀態下去做訓練 好 那現在差不多了 那我們 雨婷幫我加一半的蛋汁進來 用命令 一半 對 一半就好了 均勻的淋在上面 好 這樣一半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那這個大概要煮多久 這個喔 這個不能太久 這個大概就是我有50公尺自由式的時間 大概20秒 幾秒了 20 差不多20秒了 好 再三秒 再三秒 3 2 1 漂亮 好 然後我們再把剩下的蛋汁淋上去 OK 鐵 喔 很美耶 很醉 讓它綠綠的比較漂亮 好 那我們差不多完成囉 準備上菜 耶 風風出好料 耶 哇 我們真的這麼豐盛根本就是可以賣了對不對 對啊 有飯 有肉 有菜 有水果 優格 還有一些補給品 非常的營養均衡 這跟日本的國訓是叫勝利飯 然後我們國訓是叫冠軍餐 那我們趕快來享用吧 好 好 邊吃邊來聊天好了 俊豐最近都在忙些什麼 最近就是一直訓練 可是最近訓練狀態有點氣氣伏伏的 可是因為國訓有蠻多運科專業的人員 所以就是配的還不錯 一直在調整 那俊豐平常訓練之餘都會做些什麼 我這陣子很常去國訓的KTV耶 就是輸發壓力 對 然後學妹他們說我是那個 勇隊歌王 像我是短距離選手 很常的訓練都是高強度 那要怎麼 讓訓練後能快速的恢復去迎接下一場的訓練 那其實怎麼吃就很重要 那基本上除了糖類以外 也要多攝取蛋白質 那像是胺基酸BCE 就是很好的一個蛋白質攝取來源 對 可以幫助 趕快的恢復 希望下一場比賽就是全大運了嗎 嗯 自己有希望達成什麼目標嗎 希望可以達奧運標 好 那我們祝你一切順利 就趕快一邊吃 把它吃完吧 好 raj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